不過今天我們看到這三隊在重逢 好像就是 其實大部分的人 就把它當成一段美好的回憶 那但是可不可以 請這三位眼睛閉上 好 請閉下來 我們這三位眼睛也閉上 又是閉上 又是這個遊戲了 如果 不能張開喔 都單身 不能張開喔 還覺得想給對方一次機會嗎 請用手比出圈叉 請比 請比圈叉 冰冰 但你沒有比了 冰冰 果然不出我們所尿 好 大家手放下 好 小心 口調可以做 好 殘忍啦 殘忍啦 沒有良心 小一整集都一個發展 把他打醒的感覺 是是是 沒有 這就是 我覺得九把包這部電影 其實適合所有 不管是你現在正在青春期 正在談這個戀愛 如果是曾經有過這一段的人 其實我們會發現 其實剛剛這樣子 你會發現說 談戀愛的兩個人 到最後只會有一個人負責保存記憶 對 就是一個人會拚命的守護我們 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下來 只為了要提醒另外一個人 我們曾經做過什麼事 所以其實像我前一個月吧 我在Facebook上面 遇到一個我國小喜歡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她已經是人家的媽媽了 但是我們聊到以前的事情 她忽然跟我講說 你怎麼會成為小說家 我記得以前你最喜歡畫漫畫 我還以為你會當漫畫家 那她還保有我所有畫過給她的漫畫 忽然之間我就 她是說你去成為一個漫畫家以後 她可以賣掉這些漫畫 這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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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搞喔… 因為我是一個記憶力很好的人 我會常常回憶 然後 所以我一直都以為 我是那個負責保存記憶的那一個人 所以忽然之間我 我看到對方 原來他也記得我曾經有一個漫畫家的夢想 他也保存了我所有送給他的漫畫 忽然之間我覺得我的記憶是被呼應的 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謝謝 你還記得我喜歡過你這樣子 哇 太感動了 九八道有多會說故事 他很會 哇